美國販賣槍是一個比較嚴重的活動 但是沒辦法 因為這是第二憲法的保護 就算剛才你說芝加哥的例子 芝加哥是非常危險的 有兩個城市應該是芝加哥的另外一個 不知道是波士頓還是華盛頓 曾經通過法例是想禁槍的 最終是被最高法院說不行 因為這是違反第二修正案 所以就算在美國 我明白美國是很難的 再不講NRA勢力龐大 共和黨勢力龐大 是很難的 但是這個對於我們這些不是美國人 是一個academic discussion 但是如果academic discussion 都不正確 或者不理其他數字 那就沒有意思了 總之大家是美國人的就自給多福 休息一會回來繼續隨意 好人導演 六大巨星 心情呈現 英超有情人 1月24日 踢出真情 喂呀 你幹嘛不看我呀 嘩 小姐 你整面暗瘡和黑頭 不是不看 是不敢看呀 蛤 我已經試了很多方法 但是都沒用呀 不如你收聽明星潮雨館和吃得精彩時段的 Jackaline護膚教室 皮膚及暗瘡治療專家Jackaline會講解不同的皮膚問題 教大家養生美容 健康身體改善皮膚的方法 到時點指望你 還疼你 教你健康身體改善皮膚的Jackaline護膚教室 由Jackaline Beauty送上 上終極暗瘡 快打 3188 4002 預約免費皮膚資深 兩岸四地教會歷史權威 李志剛牧師 我們基督桃花怎樣來支持孫中山這個理想 就是這樣 即是實現 大家不識次嘛 那就教他識次 所以… 那時候教會真厲害 我們香港於是乎… 香港就是很多水上人 是 於是乎組織一些人去那裡傳導 其實傳導之中包括教育 教育 他們是識次 等可以投票 可以投票 肯定他 教會其實可以講人話 天外有天 敢言怒小 星期二晚10點 天外有天 靚波王 促身推出赤板豚骨煲 鮮辣 新口味 很特別 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和靚波王 他的新鮮首節肥牛 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 亦都遠近辭明 靚波王 仍是衛生署認證的有型食肆 尝一尝靚波之尾 即打23990812 或上www.23990812.com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 明天下午2點半 香港人網直擊 民主賭樑力量1月1日元丹大遊行 銅鑼灣中央圖書館 袁謙尼斯道 途經灣仔修盾直達禮婚府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when tomorrow comes 曙光就在明天 分析改變命運 穿梭環球時事空間 劉翁 阿冬 嚴答明 徐姨門 好 回來繼續徐姨門 繼續記住這是錄影的節目 我們現在應該是在禮賓府門外集合的 如果大家沒有聽直播 或者在聽這個節目的話 可以繼續聽完這個節目 轉到旁邊聽直播 更加好 如果你在香港的話 就出來參加我們的集會會講 沒錯 先進去 好了 上節就講了槍下的問題 接著講一些國際話題 講義大利 有趣了 我們好像有約兩講過的 前幾個星期 沒錯 因為這個布隆斯科尼 這個不死的蟑螂 就出來搞事 出來選 最主要是他提出他不支持 現在這個看守內閣 由這個技術官僚 由這個蒙蒂 Monti Monti 是領導的這個內閣 由於他的不信任 所以Monti就辭職 開了一個條件 就是通過了限制的財政預算簽 就會辭職大選 令到本來預期是大約四、五月才大選 所以就要提早到二月二十四日 對啦 二十四至二十五日 相信應該是二十四、二十五日 就會進行這個大選 沒錯 亦都因如此 就是因為布隆斯科尼在搞事 令到其實歐洲局面 都面對很大的陰力 最主要就是因為布隆斯科尼 為什麼下台 因為他搞不定的經濟 所以亦都已經是整個歐洲其他國家的領導人 是不受歡迎到陣的 所以他居然叫做死過翻山出來的話 令到全歐洲陣營 更加重要就是怕意大利政府沒有辦法處理好 無論是布隆斯科尼做總理 或者他在搞局 令到政局不穩 意大利沒有辦法 或者是他的財政狀況 不解決得好 令到歐洲再度面對一個很大的問題 而最重要就是因為意大利 是真的too big to fail的一個國家 意大利是歐洲區第三大經濟體 亦都是歐洲第四大經濟體 只是僅超於德國、法國和英國而已 而是全世界第七大經濟國家 其實是絕對不簡單的 就是遠遠比西班牙要大很多的經濟體 如果他的經濟出現問題 他的國債的知識一直向上升 他之不底就是需要救國 他要救的幅度是遠遠要大 比其他所謂的歐洲幾國 所以歐洲是人不想見到意大利的政局 再出現不穩的 特別是蒙太過去一年是做得相當之好的 即是成功將意大利變成一個叫做有primary surplus 即是我不還國債的息之前 我其實是有錢剩的 即是政府的開支和稅收其他方面的東西 其實是正數的 不過因為之前借了太多錢 還息就還到不夠還 但起碼有primary surplus 起碼有環島式 例如希臘、葡萄牙那些 即是primary deficit 即是自己花都不夠 還要欠到整間債的那些 那就很嚴重的 不如說一點關於蒙太的事情 其實在十月24日平安夜的時候 蒙太仍未曾表達自己的心跡 說想參選 為何會有這樣的轉變呢 最主要得到所謂的中間派別 基督教與中間派民主聯盟的支持 這個主要就是梵蒂江教廷的勢力 開始轉移去支持這個梵蒂 去繼續做這個總理 其實來說一直以來 梵蒂江教廷對於貝盧斯科尼 是相當之容忍的 是基於貝盧斯科尼 是答應了一些議題 是不讓他過的 例如同志婚姻合法化 但是基於貝盧斯科尼 實在做得太壞了 尤其是貝盧斯科尼 是被指控叫雞 對盡了摩洛哥的鋼管女郎 叫雞還好像有些是太小過的 這就是貝盧斯科尼 所以到了最後 教廷唯有跟他公開劃清界線 根據意大利時報的教廷專家托沙蒂 告訴法新社員 蒙蒂雖然他不是政壇的天主教徒 但是教廷之所以支持他 因為他認真和教廷在目前非常局勢之下 選擇信任蒙蒂 亦都相信他所做的事 所以蒙蒂 暫時來說 現在得到所謂的簡稱UDC聯盟的支持之下 其實他參選的情況來說 在國內的支持都是有所飆升 我現在約了在照片上有個最新的資料 就是意大利人的投票取向 有幾個大黨就一路數下去 首先意大利的民主黨得到三成 Bersani Bersani 蒙蒂叫Super Mario Bersani叫Luigi 完全是Mario Brothers 一個Luigi和一個Mario 排第二政黨都未曾去到貝勒斯科尼的自由民主黨 是 沒錯 其實一個叫五星運動 五星運動是2009年開始成立的政黨 他就被稱為民粹主義 反歐盟 以及直接反對民主 他的領頭羊就是不普格里羅 他本身是一個喜劇演員 他是一個世界知名博客 他的博客曾經是位列世界前十名 當然民粹的東西有時候剛聽的話 多人看也不奇怪 排第三才是貝勒斯科尼的政黨 People of Liberty 到第四才是蒙蒂的聯盟 現在貝勒斯科尼和蒙蒂的支持 大概是15% 再低的5%至7% 就是北方聯盟 Northand Neek 以及Left Ecology Freedom 這個可以細緻一點說一下 以致力的政局相當複雜 因為他們很多小黨 其中就是 如果剛才聽達明說 北方聯盟最終一定會跟右派 所以你相信他會支持那邊 但問題就是 為什麼蒙蒂一直以來都不肯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Live Senator 是一個忠生制的參議員 其實是很尊崇的地位 忠生制的參議員應該只有幾個 十個八個 好像我忘記了實際的數字 因為他很有成就 一直以來他都68歲 所以就由總統去任命他做終生制的參議員 一般來說 這些叫做升上神台的人 給一些國家給一些意見 讓人給人拜一下 這些真是一流的人物 亦都因為這樣 他其實一直是很想做意大利的總統 這個是叫做禮節性的一個國家元首 因為意大利的總統 現在的總統 我忘記了 名字很複雜很巧合 他下個年應該會退休 而大部分相信 如果蒙蒂不是因為有這樣的局面 其實就會全國支持他做總統 是相當大的機會 但是 在面對一個這樣的 即是他要被迫退下來 而他在歐洲的支持是非常之高 在國內 他個人的聲望是非常之高的 蒙蒂 雖然他的政策 因為緊縮政策 很多人都不歡迎 但是蒙蒂的國內聲明這麼高 也覺得他起碼比布羅斯福利好得多 所以一直都有壓力有說法 甚至我自己都很希望蒙蒂出來選 將意大利帶領一個右翼的 中間偏右的政黨去領導意大利 原因就是第一 布羅斯福利實在太不濟 第二就是如果要跟歐洲其他主要的強國 包括德國的默克爾 以及奧朗德要合作的話 一定要在歐洲有信任 以及有地位 那蒙蒂絕絕對可以做到這件事 第三就是一般的說法 不過我自己都認為意大利其實尋過這麼多年 是因為他的福利主義 以及他的左派公會的思想 仍然是走得太遠了 現在的民望由於布羅斯福利做得太難 也有很多民望市民並不支持緊縮政策 布莎尼就是一個左翼的聯盟 的確正如他達兵所說有三成的支持 不過如果蒙蒂不出來的話 其實很大機會是布莎尼做總理 但是蒙蒂現在終於受到國方 大家要求他三孤九寇 一定要蒙蒂出來 他最終都走出來 而不同的地方就是之前布莎尼在玩東西 就說不如我支持你出來 他就知道自己聲望不夠了 就說不如我支持 蒙蒂是不肯接受的 最終要由中間派組成一個比較不太出名的聯盟 是跪求蒙蒂出山去大選 但是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因為他本身中間派的政黨太新了 他的支持度能不能在兩個月之內 可以超過三年 因為在意大利的眾議院的制度裏面 就是哪一個黨能夠拿到最多的議席 他就會有一些優惠 有多些的送多幾十個給你 令到你一定過半數 所以哪一個政黨或者哪一個聯盟能夠成為第一大黨是很關鍵的 其實現在我看回譬如說意大利的所有政黨也好 其實就算你說意大利民主黨也好 其實他都是在2007年才起頭 當然了 因為以前全部在布洛斯科尼的首長都玩弄的 而左翼一直都分裂得非常嚴重 如果不是布洛斯科尼玩足十年 他的左翼是不會結盟的 但是問題就好了 現在有兩個月時間 蒙太能不能夠用他的個人的聲望 他團結了中間派 能不能夠團結到右派呢 去支持他 令到他們成為一個最大的政黨在控制這個眾議院 是關鍵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由於他的聲望 雖然他的聲望高 但是他的緊縮政策其實還不是幾十分歡迎 也都因為這樣那個五星聯盟才可以崛起 就是因為 總之我就反對你了 你是公平搞到我要做緊縮而已 如果不是 我用你來抓 我還要貶值 我還要跟著你 那能不能夠也都可以 overcome這件事情呢 第三就是他能不能夠踢走布洛斯科尼 統合其他 比如北方聯盟 其他右派 總之就是令到這個這樣的怪獸 在這個政壇退卻 這幾點是未來兩個月的關鍵 對於我來說 蒙太如果能夠勝出的話 就真的是上上大吉 因為意大利呢 第一 我自己也有感情 我之前說過 我覺得這麼漂亮的國家 是沒有可能搞到這麼差的 經濟 這麼有實力 這麼漂亮的國家 是應該 deserve a better leader 不是過去十年 這個布洛斯科尼 好像這麼 respected的Monty 走一些比較右翼 自由經濟的政策 將經濟帶起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其實對於全世界的經濟 人家說 因為歐羅的前途 仍然影響著全世界的經濟局 而歐羅現在 如果意大利不出事 歐羅應該是contain到的 現在一般的說法 但是意大利出事的話 歐羅就不知道怎麼辦 大家都希望 一路由過去一年 一個年齡做得相當之好 而且對財金政策非常熟悉的蒙太去領導 相信對於歐羅整個歐洲的整體 政治是最穩定的 所以從這兩個出發 都應該是希望蒙太可以贏的 尤其是我自己看 尤其是意大利 這些這麼文化深厚的國家來講 你看現在意大利的政黨的支持度分佈 和政黨的年齡這麼新來講 其實意大利都累積了對古老制度 或者一些文化枷鎖 那個忍耐度已經去到一個相當之 叫做critical point 是 就快爆了 同意 我認為就是 你不能夠現在蒙太 就比較上聲望 就是個人聲望高 而且在歐洲聲望比較高 總好過 所謂五星運動的那個人 是呀 那個人很奇怪 我不是說他不是一個成功的戲劇員 但那裡真的太奇怪了 對不起 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面對這麼複雜的政經問題 我真的不可能相信一個comic actor去領導 雖然他的機會都不大 但他有機會搞局 沒錯 Persani當然他是一個相當之有實力的左翼領導 有實力的政客 不過他如果他上台的話 他又會再度屈服在公會手上 這個對於意大利的福利和經濟走前 不是太有幫助 再加上一點就是 剛才達明所說 其實意大利在歐洲來說 在一個很古怪的地方 就是 譬如像同性婚姻 甚至同性的民事結合 是沒有的 但是其實意大利本身的民間 其實已經是很開放的 當然 當然 但是由於梵蒂岡這個相當煩的人 真的煩過梵蒂岡 真的煩過梵蒂岡 因為他的確是很多人跟他走的 沒錯 所以就令到很多保守的議題 就是很多這些社會的議題 他形成保守方面 而你看到Persani和梵蒂岡根本一直都刁足十年 所以令到他可以繼續在台上高 但是現在梵蒂岡終於去支持Monti了 那是不是一個好的現象呢 尤其是Monti如果上任 不單是經濟上高能夠解決 而甚至是對於整個意大利的文化 國運能夠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雖然蒙岡已經是68歲 有很多人蒙岡是老人政治 但是對於我來說 誰能夠有實力上去 而且是令到整個國家能夠有一個很大的轉向的話 這個也是值得去考慮 所以Monti的接下來的二月 意大利大選會是國際間很重要的一個焦點 甚至是面對著明天開始出現所謂的財政懸崖 不是終於是今天有機會 我不知道過不過 我們錄音的時候還沒有交易 的財政懸崖這個問題 歐羅又出現問題的話 整體全世界的經濟都會有很多不穩定的 所以這兩個是幾有趣的局面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關心 那些財政懸崖的問題 封一下小小就是Promise所說的 我們這個就留給蕭先生說了 那要不要說兩句財政懸崖是什麼呢 基本的解釋是什麼呢 其實在半年前都說了 財政懸崖其實是由巴南克所提出的 因為到了2012年底的時候 美國政府的減稅優惠措施到期 同時國會也會啟動減赤的機制 將會對這個政府的財政支出 是突然間強烈收縮 變成了2013年的美國財政赤字 將會好像懸崖一樣 就突然間線下降 就為之財政懸崖 主要來說 財政政策有四項是有關的 第一就是之前前美國的總統小布殊 時期的減稅措施 就會到2012年的年底到期 另外2%所得稅的減免措施 和失業補償政策延長期也都戒滿 第三談就是新醫療稅法案到期 第四就是減赤的節支機制上路 所以我們每天都聽財經新聞 財政懸崖 大概就是美國一到2013年 所有的東西突然間全部緊縮 然後其他一些開支會突然間增加大 不不不 你們回頭應該是要緊縮開支 但是收得更加多數 加稅 兩個結合在一起 估計令到美國有可能在2013年的經濟會收縮超過5% 如果美國收縮超過5% 這是一件很驚人的一件事 因為會影響到全世界 是驚人到不得了的 最重要的是脅迫效應 就是如果歐洲的經濟體是不穩定的話 兩個東西互相交叉感染就會很嚴重 所以現在短期內 意大利的大選 以及美國財政越界 以及共和民主兩黨的談判 都是關鍵 所以大家可以繼續留意 講另一個話題 最近我們都講多一些國際時事 日本我們不講少少自民黨的問題 但是正如我所講 日圓就跌了 跌到八算 前幾天好像有一天 剛剛今天 就是一百日圓對八個九個月 今天就剛剛挽回近九個零幾 這個是由兩個月前九個八、九個九 跌到這裏 現在一般全世界都認為 日圓會繼續跌 我再說一次 我不是給任何經濟的理論 經濟的提示 但是這個似乎大家是相信安潑晉三 是真的會強硬地走下去印度 沒錯 有些人就說大概都八算半 應該就會停下 如果大家去日本旅行就可以等等 作為日本的粉絲來說 你當然是希望越低越好 所以這個又是幾特別 但是自民黨剛剛上星期都說了 已經有新的內閣出現了 唯一特別的地方就是 香港的暴動、政治新聞 多數都是從外交方向入手 說一下有些月台 會不會去上任之後 馬上去找習近平見面 這些事情 我都是說過 我覺得安潑不會做太多很急躁的事情 上一次就說小夜前五點 說到古河派 我突然就直接去打 因為你要研究日本的政治 其中一件事 就是要學會看一個黨裡面的派閥 因為日本的政治圈裡面 所謂派閥的鬥爭 是造就了日本的自民黨 執政了這麼多年的原因 因為很簡單 他們的派閥鬥爭是非常劇烈的 尤其是比較公開來講 自民黨本身裡面也分了七大派 其中上次說到小夜前五點屬於古河派 其實古河派是其中一個派閥 叫做弘治會的一個派 其實日本的派閥很有趣 他們每一個派閥都有公司的名字 但是通常來講 叫什麼派什麼派都以一個人的姓氏來做名字 古河派就是弘治會上一個會長的派系 當然這個古河派也是在00年的時候 弘治會分裂出來的時候 也是那個古河會長 即是古河城 是相當之重要的人物 因為在2000年的時候 弘治會是曾經因為深喜朗的不上任動議 是分成了兩個派系的 一個就叫谷緣派 一個就是古河派 而小夜前五點就是屬於古河派的人 古河派一向以來都是親安倍晉三的 所以在安倍晉三來講 他要選擇一個所謂支持自己的派閥 在古河派裡面找人也不奇怪 但是如果你在網上找不到古河派的話 第一你可以找雲治會 第二它現在就叫做岸田派 岸田派來講 在日本今次的大選裡面 第二大的派閥是多人參選的 有20個 排第一那個派系叫丁川派 有38席 岸田派就是之前的古河派就是有20席 但是沒有派閥就有165席 現在這個也是日本開始的自民黨 或者派閥政治 有少許改變 你看到沒有派系的議員 或者是眾議員 超過一半的 超過一半的 在抗爭裡面已經開始 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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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進步的空間 那些人會覺得 那些人會覺得 那也是要找一些 不要進入派系 這個也可以介紹 大家應該聽過的 這個霍掌杜坑作 這本漫畫 當然這個是一個有翼的漫畫作家 但是 他裡面 就是一邊寫寫寫寫 現在寫到大家有跟進去 寫到現在杜坑作是社長 就是CEO 杜坑作是以 沒有派閥見稱的 在這間公司裡面 在這間大機構裡面 就是他不屬於哪一個黨派的 也看到一些比較進步的日本人 也希望可以在政治上 甚至在商業上 其實大公司也是一樣的 日本根本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非常儒家文化重的地方 根本是拉黨拉派強到 比任何地方更強 所以你看到現在現代新一批的人 無論是有意見領袖也好 都希望不要再有派閥政治 可以繼續影響政治 甚至日本的商業 大機構可以轉身更容易 改變他的政治路線 或者他的商業決策 都可以有大一點的改變 所以 都是需要時間 唯一我感覺到比較欣喜 就是始終 就算那些人全部都有自民黨 撇出來好 衛生會好 未來黨好 民主黨好 多黨的政治 都是會能夠令到自民黨裡面 怕是更加加劇分裂的一種追法劑 所以再看看 不過還是那句 安倍呢 其他事情我就不敢這麼說 印銀子就現在全世界 無論是經金經理也好 經濟觀察家也好 都認為他一定是印的 其實很簡單 這個世界理論家就很多 但是對於炒家來說 他聞到浸脆 跟我們說話的不一樣 而且他賺到幾十億八億的時候 他要的資料和資料 那個判斷也不一樣 跟我們在這裏連結的有些不同 尤其是匯率的市場 就是24小時 尤其是匯率的市場 尤其是匯率的市場 尤其是槓桿效應所帶來 當然 匯市是大惡的地方 對 沒錯 所以如果你懂得做 是懂得做一些所謂貨幣對沖 看著匯市那些 人是特別精神緊張一點 很緊張的那些人受不了 因為他們的槓桿原理 令到他們 一兩個價位已經很大 還有匯市辛苦的問題 就是匯市24小時 對 所以大家都密切留意 都是那句 如果你喜歡旅行的話 就先等一等 我覺得 會跌的 我覺得 剛才說了 講完一點 為甚麼 你不要抽水 日本人派佛鬥爭 就是內好 有些不同的 就算日本人 就有派佛鬥爭 或者是黨與黨支的鬥爭 也好 其實他們都有一個向心力 向心力就是甚麼呢 全部都是為了日本未來而奉鬥 其實他們的共同意識 是非常之強烈 所以其實就算 譬如說 直至到自民黨 就是在09年 失去了執政地位之前 其實基本上自民黨 那些的首相 都是坐得比較久 還有比較強勢的原因 也是這個原因 因為他們需要經過兩重的選舉 第一就是黨內派佛鬥爭 派佛打完了 才出來被人選 所以一般來說 尤其是以前 尤其是有很多高級官僚經驗的人 在政策上的實施 是比較暢順 再加上在派佛內的鬥爭 和再選舉完之後 通常的公信力 或者執行力 都是比其他國家的元首 可能會比較優勝 但是當然 譬如之前我們 譬如蕭先生也說 或者我們自己本身也說 日本的制度 或者保守的意識 令到日本 都開始有些案內不住 跟意大利有點相似 所以日本現在 派佛也慢慢 那個文化瓦解 消失 所以現在 只能夠當作歷史一部分 去看 當然那些派佛的影響力 仍然都有 很多地方 深層次意識裡面 都仍然有 但是來講 似乎 日本人本身 透過這次的選舉裡面 都是慢慢慢慢 將這件事慢慢飛歐 是啊 我希望 無論是日本 或是意大利 都可以轉身更加快 將他以前的保守 和辭死水 可以拋向後面 然後打一個更新的經濟路 我再說多次 日本和意大利 我都很喜歡 我都很喜愛的國家 所以都希望他們 有更加好的前途 這一集時間差不多 記住這個是錄影的 我們現在 是在禮賓府門外集會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我們 旁邊的直播 甚至可以出來支持我們 OK 多謝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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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